我跟我的英雄都一样 龙王子 戴眼杰斯 是的 其实有一点点的 这个蝴蝶效应 一开始的时候 就让对方的杰斯 痒了起来 对 看得出其实 今天确实 勇恩被放出来之后 KBG是能够见招拆招的 我拿出了杰斯 中间从对线期开始 就让你的勇恩 发育得很困难 是 这安安就坏笑地说 我隐忍三年 如今三年已到 所以不再去忍 对了 修炼成功了 天哪你没少看小说 炮哥 都是只死了一次 或者没死过才会有的 他和洛的这个组合 我觉得之后要很受期待了 好几次 悠悠都是很果断地 交闪上去抬人 对的 这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波了 而且很难扛 刺激又丝滑 是的 对我先上去 他立马找一个很好的位置 我们可以盯着这个洛的位置 先是被炸开 直接过来 排完再往前去迈 迈完再较金身 这个时候给到空 就这一局 你看空虽然打得很舒服 前提是什么 队友给他制造了太舒服的环境 是 这里又是他一个人 强行地追死了潘 这一局不得不说 其实潘老汉被针对的也挺惨的 对 这潘金斗很快融化 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他这个15000的没死成伤 就没有死 直接叫板悠悠 直接叫板 13131是个啥呀 我不知道 刷新了一下 这个被击杀成伤的这个数据 没有死过 的确这一局 其实真正说能切到卡尔玛的 也就是有 你看这盘潘老汉也是卯足了劲 没切到 反倒被一个带着翅膀的 这个位直接抓过来 先打一拳 打的时候再把问题问遍 你会记索的 你会记得到 我继续谈了 为什么给你吃到 那样不实施费